好了 大家听到声音就赶紧回到你们的座位上坐好了 我特间的时候看到大家在评论区当中比较多的一个疑惑 其实是这里面的配股成本 我这个配股支出到底是咋算的 好了 那我们稍微来解释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20乘以1000乘以40% 这里面的配股成本无非就是价乘以量 所以就是我的配股价格是多少 这就是我配股的那个单位成本 然后呢 我配股配了多少数量 这里其实就是我要去乘的那个后边的那个量 对吧 那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去看一下 它自己手头上有多少股啊 它手头上不是有1000股吗 而且它不是全部行使了配股权吗 所以这这1000股它全部都行使了配股权 那配股行使的时候怎么配呢 每10股配4股吗 那所以它的配股的比例 或者它配售增加的这个股数 不就是1000乘以40%吗 有同学说 那这里怎么不乘以50%了呢 人说了 人全部行使了配股权 只是说别人没行使嘛 是所有的这个股东当中 假公司的股东里面除了乙还有好多其他人呢 其他人当中有一半没有行使配股权 对吧 然后呢 对于乙来说 它是一个行使了配股权的股东 且它这1000股权行使了 所以1000乘以40% 这就是它的配股的数量 然后乘以它的配股的价格 配股的价格在这不是20吗 所以乘以20就是它的配股成本 相当于1000乘以40% 这里面的每一股它都需要花20块钱去配 需要去买 所以这就是它的配股成本 这个就这么来的 没问题了吧 好 这就OK了 是不是可以算它没有行使损失 就是它行使赚的 这是我刚才说的 在所有的这个股东当中 咱们站在原股东的这个角度上 有一波股东损失了 那另外一波股东肯定是有收益的 因为如果所有股东都参与配股的话 那么大家应该是零和博弈 应该没有人能够通过配股去赚钱 没有人能够通过配股去增加股东财富 但是由于一部分人放弃了 那它放弃了就会产生损失 而它的损失就会变成另外一波人的收益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 它是对称的 两边的收益和损失加起来 一定最终是没有任何的财富变动的 也就是说最后对于公司来说 它其实不会有任何给到股东的这些财富的增加 因为一部分人是损失 另外一部分人是收益 好 那最后我们来说 站在普通股筹资的角度上 我们有两种方式 对吧 前面我们讲的是配股 接下来我们来说增发 增发的发行条件 这里面还是涉及到前面的那些内容 那这一块不是我们要掌握的重点 我们需要把握的 就只有最后一条发行价值的确定 那发行价值应该要不低于我们公开招股说明书 它之前二十的交易日均价 或者是前一的交易日均价 所以二者选其一 这是我们发行价格确定的一个基准 然后接下来非公开发行 它的这个价格的确定 非公开发行或者非公开增发 它的发行价格的确定 那这个是我们所讲的前面那个80%要打八折 对吧 前二十的交易日打八折 均价打八折 然后这里面我们所讲的这个具体的认购 就我们如果是公开增发或者非公开增发 那么增发的定价和认购的方式 我们刚才都已经讲过了 价格在这一块 一个是要打八折 一个是不打八折 一个是二十的交易日均价打八折 一个是二十的交易日均价和前一的交易日均价去选择其一 那认购的方式呢 对于公开增发来说 一般情况下都必须得是现金 如果你是向公众来进行筹资 那大概率的情况下 它都需要通过现金来进行中间整个交易 但是如果是非公开 非公开 那我们就说灵活性会相对比较高一些 这个灵活性不仅体现在各种条款上面的灵活 还体现在我们的认购方式的灵活 这个时候你的交易方式可以是通过现金来进行交易 也可以通过股权债权无形资产固定资产等等 你认为双方能够协商一致的认购方式都是可以的 这是非公开的情况下 我们就不设置那么多的限制了 但公开一般就是现金认购 然后最重要的是增发对于股东财富的影响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其实都在研究股东财富 千万不要忘了 我们还在财务管理的这个篇章当中 财务管理所有的决策行为 都是服务于我们第一章所讲的那个财务管理的基本目标的 增加股东财富 所以无论是配股也好 还是增发也好 我们核心最终要研究要不要参与配股 要不要增发 对吧 那对应的我们都要去考虑对于股东财富的影响 因此增发在这里面我们也要去研究 但是它里面涉及到两方 有两类股东 对吧 我们股东财富这里面的股东被分为了两类 一类是增发之前就已经是我们公司的股东的老股东 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参与了这次的增发 因为认购了我们新发行的股票 所以变成了我们公司的新股东 所以这里面我们要分别对这两类股东的财富来进行分析 老股东的财富因为增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新股东的财富因为增发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结论 结论是我们要去比较增发价值和我们发行的时候的现行市价 好如果我们增发的那个价值比我们现在的股票的市价还要来的高 那你说谁获利啊 你说谁获利啊 增发的价值比现在我们的股价还要高 那不就相当于说我后边新进入的股东 他买这个股买的贵吗 对吧 他买的贵 他不就是对应的花的钱花的多 所以他的财富应该是减少的 但对于老股东来说 他的财富应该是增加的 因为他的增加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增发价值高于现行市价的这部分溢价 这部分溢价的收益谁想有了 你想一想 我现在增发的价值比现在的股价还要高 这部分的溢价谁想有了 现在的股东想有了 所以老股东会因为这里面的增发产生了溢价 而享有对应财富的增加 而对应的新股东 他因为要付出这部分溢价 会导致他的财富有减损 所以这两部分也是零和博弈 看到了吧 新老股东也是零和博弈 就新股东的损失就是老股东的收益 老股东的收益对应的就是新股东要付出的成本 所以总额是不变的 不管怎么样 我们的总额都没有变 都是零和博弈 但是在这里面新老股东的财富变化不同 第二种情况 当我们的增发价值小于现行市价的时候 比如说现在股价10块钱 但我增发只是8块钱就可以增发 那么就相当于我借卖了我的股份 对吧 那借卖股份 那相当于新股东买这个股 比老股东买的时候还便宜 那你说是不是新股东赚了呀 新股东赚了 那就是他财富增加了 那对应的老股东是不是在这中间就受损了呀 所以他的财富就减少了 所以从这个定性的角度上 其实我们是比较容易能够把他的财富影响分析出来的 那么定量的角度上 我们要去做一些更理性的分析 所以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典力研习 我们来定量的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变的 说假设假公司的总股数现在是10亿股 现在打算采用公开增发的方式来增发2亿股 然后呢增发前一个交易日的股票 市价是5块钱每股 那这就看上去就是我们要去确定的那个发行的价格了 那老股东和新股东各认购了1亿股 也就是说这里面的公开增发的这2亿股 并不是全部都发给了新股东 而是老股东和新股东都参与了这个增发的认购 那好了 假设不考虑新筹集资金 所产生的竞现值引起的企业价值的变化 这里面会导致我们的计算循环 所以我们这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会有这么一个假设的 然后接下来在增发价格分别是5块5 5块和4块5的形容下 新老股东的财富分别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你先来看增发的价格 增发的价格在这 分别是三种情况 5块5 5块和4块5 现在增发前一日的股价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线形的股价 然后接下来的5块5 5块和4块5 是不是就分别对应着等于线形股价 大于线形股价和小于线形股价的三种情况 然后我们就分这三种情况 分别去看一下新老股东 在其中它的财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好了 那在考虑这个变化的时候呢 我要先问问大家 首先基于我们前面的这个题目条件啊 如果我现在增发前一日的这个股价是5块钱每股 请问请问我们现在在增发之前 整个这个假公司股票的原市场价值是多少 原市场价值是多少 怎么算 是不是10乘以5啊 原价值是不是10乘以5 对吧 是50亿 好了 那接下来我再问问大家 就如果说我们现在要公开增发的这个部分是2亿股 对吧 我们要多发行2亿股 分别的增发价格下面有三种情况 5块5 5块 4块5 这对于公司来说的影响是什么 是你筹集资金的多少 因为我的数量是一定的 都是2亿股 但是我的增发价格不同 这个影响的是我到底能筹集来多少的资金 所以如果2亿股按照5块5的价值来进行发行 你能筹来多少的资金呢 是不是11个亿啊 对吧 如果是2亿股按照5块钱每股的这个价值来进行增发的话 你只能筹集来10个亿 如果是按照4块5的价值来进行增发的话 你只能筹集来9个亿 所以大家首先要把握清楚 就在这里面 我们按照什么样的价值来进行增发 其实要首先去考虑的 并不是说对股东财富的这些影响 首先我们可能第一步要考虑是 它是一个筹资行为 它是一个筹资工具 我得首先能够满足这个公司 它整体的筹资需求 筹资需要 假设我需要的是12个亿 那我通过增发的方式 满足的越多 那是不是达到我的这个目标的那个预期 其实就越近啊 对吧 所以我在这里面 首先其实要算一算 我通过不同的这个方式下 或者不同的价格 我到底能筹集来多少的资金 跟我那个筹资目标中间 还有没有缺口 这其实是首先我们在筹资当中 要去考虑的 其次我们还要去考虑的 其实是在这里面 对于新老股东财富的这个影响 因为在这里面 其实两者一定是零和博弈的 你到底是维护老股东的利益 还是维护新股东的利益 这个我们暂且不谈 我们先要去考虑公司的筹资目标 能不能实现 所以在这儿 我们首先要能够把不同的这个金额下 我们到底能筹集到的资金量 我们先有一个大体的这个印象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下分析 第一种情况 是当我们筹集的资金量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的发行价值定为了5块5 以5块5发行2亿股 我们筹集了11个亿 假设不考虑 我们刚才所说的 那个引起的企业价值变化的 这种循环计算的情况 我们普通股的总市场价值 增加了多少 增加了多少 就增加了这11个亿嘛 你原来是不是50个亿啊 但现在我新筹集来了11个亿 所以我把总价值当中 要加进去这11个亿 那因此我们增发后的每股价值 怎么算啊 增发后的每股价值 跟我们去计算 那个配股除权参考价 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因为配股除权参考价 本质上其实算的就是一个股价 算的是你的股权 完成了配股之后 它的理论上的股价 那现在增发后的 这个也算的是股价 所以它的分子和分母 跟我们在配股时候 那个原理是一样的 分子上面 我们要算的是总市值 分母上面 我们算的是总股数 那因此总市值当中 你看一下 原来的那个市值 是不是五乘以十 五十的亿 然后现在我们因为增发 增加进来了十亿的亿 所以我在后边 要加十亿的亿进来 然后在分母的角度上 我们算的是总股数 原来是十亿股 现在我增发了两亿股 是不是要把二加进来 所以原则上 其实就在算股价 跟我们前面算配股除权赞考价的 原理一模一样 算出来增发之后 我们的股价 理论上应该是 5.083元每股 好了 那我们要接下来 基于这样的一个价格 我们就可以去算 股东财富的变化了 对于老股东来说 你看老股东 他最后参与了一亿股的认购 对吧 这两亿股当中 有一亿股是老股东参与的 那因此他的股数 就从原来的十亿股 变成了十亿股 十亿股在配 在这个增发完成之后的股价是5.083 所以乘以5.083 这是增发之后的财富 然后减 减的时候也要减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增发之前的财富 5乘以10 对吧 这是增发之前的财富 你看后边还减了一块 5.5乘以1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大赵所 这不是跟配股的逻辑是一样的吗 配股你有成本 增发有没有成本 增发有没有成本 你认购新增发的这个股份 有没有成本 也有成本呀 所以这是增发你付出的成本 那一亿股 每一股你要花5.5 对吧 因为我增发价值是5.5吗 所以你要把它考虑进来 所以你后边减 减的是两个部分 所以整个财富的变化 你要把配股和增发 合二为一来进行理解 你不要把它割裂开来 它的原理 它的计算的逻辑 它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那所以在这里面 你在计算财富变化的时候 是用增发之后的财富 减增发之前的财富 再减掉增发的成本 计算出来 结果是0.413 是正数 意味着股东财富增加 你看这种 我们之前的判断一不一样 增发价格大于我们现行股价 大于5块钱 所以老股东是赚的 因为这个溢价 老股东获得 那新股东呢 它是亏的 那你来算一下 它亏了多少 新股东 新股东 同学说 首先 我首先在这里面的计算逻辑 跟老股东 还是一样的 先算 我增发之后的财富 增发之后的财富 是不是我认斗了一亿股啊 所以我原来手头上没有呀 对吧 我现在有一亿股了 这一亿股 每一股价值5.083 这就是我增发之后的财富 减减的是什么 你千万别把后边这个小尾巴 这忘了 因为同学说增发之前 它都不是股东呀 所以它没有对应的要减的东西了 是增发之前的财富是为零的 所以你减的增发前的财富是零 但是这里面有增发的成本 你为这一亿股你要付出成本的 你这个成本是5块5 所以这个5块5 你要把它考虑进来作为成本减掉 减掉了之后你会发现 因为你的成本大于了 你的单位成本5块5 大于了你之后的那个股价5.083 因此你在中间是一笔损失 你损失了0.417 你看这两个 是不是特别相近呀 但没有完全抵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计算的时候会有一些伪差 但本质上你的财富变化应该是相互抵消的 只不过我们在这里面的计算会有一些伪差 所以直接导致了说我们计算的结果并不完全相等 但理论上这两者一个损失就是另外一个的收益 所以在这我们可以看到 当增发的价值是高于我们现行的股价的时候 老股东享受财富的增加 而新股东享受财富的减少 那这是我们所说的增发价值为5块5的时候 增发价值是5块的时候 按照章材我们同样的逻辑去进行重新的计算 那计算出来之后你会发现 两者的财富都没有任何的变化 增发之前增发之后 老股东的财富是一样的 对于新股东来说 我付出的增发的成本和我所获得的增发之后的财富是完全对等的 所以在这里面他们的股东财富没有发生变化 这是增发价值等于市价的情况 增发价值小于市价的情况 我们同样带到我们前面的这个原理当中去进行计算 我们会发现老股东它是损失的 那新股东呢是赚了的 所以这里面的财富变化就倒转过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老股东有价值的贬损 而新股东有价值的增加 那在这里面也是由于伪差 所以我们计算的结果并不完全相等 但本质上是应该是财富增加和财富的减损是相互抵消的 总额不变 所以通过定量的这些计算 我们回头来把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结论 要更准确的去把握住 那考试的时候你也要能够去算我们整个财富的变化 所以这块我们说如果考试的时候涉及到计算 无论是他考察小的这种计算型的选择体 还是出现在我们计算机当中的某一问 然后问你这个股东财富的变化 你都一定要能够记得千万财富增发后的 减增发前的还得记得去减增发成本 增发成本千万不要忘 好吧 那这就是对于整个的这个股权再融资的配股和增发定量计算的部分 我们就给大家讲完了 最后我们要稍微再来总结一下 就是股权的再融资这个再融资的行为对于企业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第一是对于公司资本节奏的影响 通常我们所说的权益资本成本是要高于债务资本成本的 所以如果你在融资方式上面选择的是股权融资 那么一定程度上它就会使得你的资本成本会增大 虽然它会把你的资产负债率降下来 因为你的资产变多了 负债其实一定程度上不变的情况下 那资产负债率就变小了 但是由于权益资本成本大于债务资本成本 所以你总的这个资本成本是会增大的 但是如果股权再融资有助于去实现企业的目标资本结构 也就是说你目前本身就是负债率太高 你想要把负债率降下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有如果通过股权再融资能够实现最优资本节奏 能够实现目标资本节奏 那么它其实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企业的财务稳健性 比如说你的资金当中有一部分的资金 或者有足量的资金 其实是来自于一些长期稳定的股权的来源 那这部分其实就会稳固你的资本结构 从而降低债务的违约风险 因为你给债务提供了更多的保障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之前所讲的 在债务融资当中 你的债权人是不会去限制你的股权再融资的 对吧 因为股权再融资对于债权来说 没有任何的坏处 它是给我增加还款保障的 所以它绝对不会去限制你 它巴不得你去稀释你的股权 然后去获得更多的现金 然后未来给我还稳复息的时候 有更大的保障 所以这是可以降低债务的违约风险的 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从而增加企业的整体价值 所以你看一定程度上 它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资本成本会增大 但是呢 它又会一定程度上降低你的财务风险 使得你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又一定程度上会下降 所以这样一上一下 那对应的我们整体的这个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是不会受到你的资本结构太大的影响的 那第二个我们要来说 对于这个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 在企业营运和这个盈利状况不变的 这种情况下 采用股权再融资的方式 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你企业的账点水平 因为它改变了资本结构 资本结构当中债的比例减少了 那因此你的账点水平就降低了 所以它一定程度上 也会降低你的资产的报酬率水平 但是企业如果能够将股权再融资 筹集的资金投资于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项目 获得正的这个竞现值 那么你其实是可以增加企业价值的 或者说如果你可以通过 我们刚才所讲的去改善你的资本结构 降低你整体的这个资本成本 降低你的还款的违约风险 那么也是有利于去巩固和增加企业的价值的 所以这是通过股权再融资 我们对于企业的资本结构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稍微简单了解一下就好了 这一块的这个考察概率不高 但对于大家来说 简单作为一个这个知识的补充 然后把前后的这个知识能够联系起来 能够对这一部分的结论有所理解就可以了 对控制权的影响呢 配股其实在这里面 只要你不放弃认过的权利 其实就不会削弱你的控制权 但如果你放弃了 那么对应的这个削弱或者这个稀释的效应 就会发生在你身上 对吧 只要你参与了配股 那么相当于我本身配股 就是为了去弥补你的这个损失 或者或者为了保障你的这个控制权 能够保持稳定的 对吧 但现在如果你放弃了配股 那当然肯定会稀释的 然后公开增发 公开增发因为你要引入新股东进来 所以你的控制权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 对吧 只要你引入了新股东 那你原有的这个控制权 你其实就一定程度上会被稀释 非公开增发 如果是对财务投资者 或者战略投资者来进行增发 会影响这个控制权的控股比例 但是由于你的这个 无论是财务投资者 还是战略投资者 它都是跟你站在同一个战线的 所以往往情况下呢 它也不会形成威胁 真正会对你的控制权形成威胁的是什么 是那些在市场上的恶意收购 恶意的参与你的增发 如果你是公开增发的形状下 那么在这种形状下很有可能 你的控制权就转移了 跟你不再统一战线的阵营当中的那一拨人 所以如果是真正它主动来 通过非公开的方式跟你谈的 它要跟你站在同一个战线来支持你 给你更多的资金支持你去发展 无论是财务投资者还是战略投资者 它一定程度上都不会取代你 去变成这家公司的控制者 第二 是若面向控股股东的增发 是为了去收购其优质资产 或者是实现整体上市 则会提高控股股东的控股比例增强 控股股东对于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所以主要目的其实还是看它到底想干嘛 如果它本质上其实是为了你好 那么通过非公开的方式 即使我从形式上看上去好像有控制权的稀释 但本质上你也可以放100的心 它不会挑战你的控制权 因为只有当你能够享有控制权的时候 才能够实现它的收益 所以这是我们所讲的对控制权的影响 本质上是公开增发和配股 对于控制权的影响是最为严重的 这是我们所讲的所有的股权再融资 我们需要了解的内容就到这里 最后我们会有一个精准的答疑 那这个答疑也是同学问的比较多的 就是我的股权再融资会导致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变高还是变低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它对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影响是不一定的 就在这里面有可能 它在一定程度上它会使得你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上升 因为股权资本成本本来就比债务的资本成本要高 但一定程度上它也会使得你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下降 因为股权再融资会降低你的财务还款的风险 降低你的债务的违约的风险 那因此对应的这一部分也会带来你企业价值的增加 因为你的资本结构被优化了 所以在这儿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股权再融资和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中间的这些影响 大家要分情况来进行讨论 没有一个绝对的结论 是一定上升或者一定下降 它站在不同的角度去进行思考 不同的情况下去进行分析的时候 我们的结论是不同的 所以这块大家稍微从这个原理的角度上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吧 那到这儿为止 我们第二节的这个普通股的筹资 我们就给大家讲完了 看看大家对于普通股的筹资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在第二节 第二节当中核心的就两个 一个是配股一个是增发 对于配股和增发看大家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我们就进入到第三节了 没有了 股东财富你老觉得是怎么不变 你自己客户的时候 去把那些题目带入数字自己算一遍 然后你自己说服自己的这个过程 你就会破除自己原有的那些刻板印象了 只是说我们前面的那些增发 它站在公司的角度上 我其实是要保证 我公司没有在这中间有任何的受损 但是站在股东的角度上 老股东新股东 其实我们的财富是会受到公司任何的这种筹资决策的影响的 它的筹资决策会直接影响到我股东的财富 所以这是第二节我们讲的配股和增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这些 Sho praise